回到欢迎全世界 关注乌冬局势现在还是未见缓和 美俄双边副外长的会议 在之前陷入僵局之后 美欧代表也和俄罗斯的特使 在北约总部进行第二轮的会谈 美欧双方是重申 不会接受北约不扩张 还有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这些条件 但是可以针对中程飞弹 还有军演规模这些问题展开谈判 来交换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边境撤走 但是俄罗斯坚持要北约逐一的答应 所有俄罗斯开出的安全条件 张老师从第二轮美欧 现在双方跟俄罗斯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看得出来乌冬的局势有可能降温吗 现在欧洲也加入了 会不会让情势变得更复杂 其实欧洲它本来就是在里面 因为欧洲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欧洲的加入它不会更复杂 不过是让欧洲两难 因为其实那个本来就跟欧盟有关系 因为当时乌克兰的这个问题 本来就是因为西乌 它要加入这个欧盟 所以产生了东西的一个冲突以后 那么普丁才介入 然后占领克里米亚这些 所以本来就是跟欧盟有关系 那欧盟为什么说两难 因为其实欧盟它已经表达了 反对普丁还有乌克兰 那个地方的一个立场 东乌那个地方那一个冲突的立场 而且它对乌克兰也产生助裁制裁 而且对俄罗斯也有一些制裁 所以换言之它也已经制裁了 另外一个难度就是关于这个北约 那欧盟它基本上 它对于北约是比较保守 我们都知道法国总统Emmanuel Macron 那么他都讲过说 北约都脑死了他一上台的时候 被人家攻击了体无完肤 对不对 现在又来当主席 想要弄防务 所以欧洲也本身有他的一些 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 但是它对于北约就完全跟美国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马共和尼这种的一个立场 所以欧盟基本上是认为 他已经跟普丁关系也那么紧张了 所以就不要再希望制造更紧张 所以欧盟我讲两难的意思在这里 他又希望这个普丁能够就此打住 但是因为 但是感觉 目前感觉我的观察 拜登好像很积极 对不对 要扩张北约 让北约有一些更多的动作 去这个吓阻啊 这个普丁的一些动作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应该就短期啦 一直讲说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冲突啊 或是军事上 我认为是不会啦 因为毕竟这个普丁 有些东西他已经既成事实 比如说克里米亚 那个欧盟并没有承认 也在制裁这个普丁 可是大家就是 也是就是等于僵在那个地方 大家都是说很硬的话 很硬的话 政府市场都跳出来说 他们准备好了 所以我认为至于说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以这个欧盟其实目前 他其实不愿意看到 北约的一个扩张了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 这个拜登他可能是一些 比较个别的一些 可是你觉得这问题有解吗 现在双方都是条件都先开出来 可是就不是符合对方 这有点像就讲 我们讲嚇阻嘛 双边都是对不对 你也不要动我也不要动 从某个程度就是所谓的一个 恐怖平衡 恐怖平衡嘛这样子 我认为普丁他也是非常聪明 他不应该面对这个 因为其实欧盟跟这个 现在我们讲北约跟俄罗斯的谈话 然后欧盟的一些跟这个 俄罗斯的一些对话 其实应该都是比较 我认为应该是比较这个 稳定的一个发展 最后像 马克宏总统基本上 他就跟我们讲到 谈到这个反中不反中 马克宏对俄罗斯 他没有反俄嘛 他连这个他有很多的立场 他都没有 所以像这一方面 我看不出来欧盟会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 对对 但是美国已经先出手了 这个在他们谈判代表 在会谈的时候呢 那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叫做梅嫩德斯 他公布最新的制裁法案 这对象包括要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内的俄罗斯政府 军事高层 还有主要的银行机构 还有国内的企业 所以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就表示说 制裁国家元首是无耻之举 等同断交 丁哥这哪一招 我想莫斯科的反应不是美国国会 他需要顾虑的吧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个法案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说是完全真正的通过 而且莫斯科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呢 也是讲讲了 也不会真断交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其实你回顾到冷战之前 相互校正的话 那比这个不知道严重 多少倍 但是诚如刚才您所讲的 现在大家价值都 摆出来了 对 摆得很高 但是究竟是如何 其实我想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国际政治中 有个谈判责中主义 这个谈判责中主义 就是搞学术的人 就是把一些简单的事情 讲得非常困难 他的意思就是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然后最后大家立场 就是慢慢慢慢会磨合 所以大家一开始 现在在叫价的阶段 都是把这个立场 最强硬的讲出来 关起门来大家谈 慢慢慢慢慢慢 这个接触就会缩短 那问题是 就是现在的状况 诚如刚刚所讲的 这克里米亚 这个就是你也不承认 但是我日子这样过下去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 表面上可能脸上不太好看 但是只要理直上 还可以过得下去 他也不会那么急的想谈判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清楚 他到底是真正已经逼急到 实质受伤害 还是脸上挂不住而已 这两者差别很大 对 这个法案现在还没通过嘛 但是这个 是不是真的最后会通过 这个制裁法案 可能还有待观察 不过针对这件事情 俄罗斯已经开始反制 因为这个俄罗斯的副外长 叫比亚布可夫 他就说如果美俄关系 持续的紧张呢 不排除在委内瑞拉或古巴 要部署这个军事基础设施 所以外界很关心的是 这个会不会又是一次的 冷战危机 委员 您觉得 这个美国不会理他 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也是校正而已 不像以前了 不过我是觉得 那个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这个美欧是有共识的 那不驻军大概也有共识 可是卖攻击性武器 欧洲不会做啦 可是美国会不会做很难讲 比如说最近传出很多消息 就是俄罗斯真正在乎是美国 因为他不认为欧洲 会做这些动作嘛 比如说他最近就说 他要卖给乌克兰海上的雷达 那他就是说那个舰艇上面的雷达 他要帮他upgrade 那到底这是要干什么 这个是不是说以后 可以侦测 那个俄罗斯射往欧洲的飞弹 这是第一个 还有立陶宛突然说 他愿意提供乌克兰 这个反坦克的飞弹 那这个显然就是美国卖给立陶宛 立陶宛再卖给 顺便赚一笔 是嘛 就卖给乌克兰 这也是美国帮乌克兰 帮立陶宛赚一笔 赚一笔吧 这个就要看你怎么定义了 我觉得俄罗斯真正 是这种东西啦 因为他讲了三个条件嘛 一个是不加入北约 一个是不能驻军 我觉得这两个大概都不可能啦 可是卖攻击性武器 部署攻击性武器 这个就是很灰色啦 那真的有能力的就是美国嘛 对 但现在这个僵局 其实也让欧洲一些国家担心 这个像波兰外长拉奥 他就向欧洲安全记忆合作组织 57个会员国的大事警告 他说欧洲正处在 30年来最接近战争的险境 那拉奥也说 我们应该更专注和平 解决乌克兰一带的争端 王老师 战争一定会影响到经济 那所以 您觉得欧洲国家 现在有什么方式 可以想办法来阻止 这个冲突不致在扩大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不要让这个危机再升高了 我是觉得 其实俄罗斯这一次突然这么做 我觉得或许他们是有预测到 或有预期到 就是说 因为乌克兰一直表态 希望能够进入到这个北约 欧盟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俄罗斯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先做一些 这个预防 嚇阻的一个动作 那我觉得普丁 他可能还是期望蛮高的 他就说不只希望口头答应 他能够有个正式的文件的签署 白纸黑纸就要写出来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拜登 当然因为 我觉得他上次从 这个阿富汗撤军 在外交上 大家觉得说已经没处理好了 再加上现在内部经济也没好 这个民调下滑 所以因为在面对俄罗斯 他一定要表示强硬 像当年甘奶滴一样 能够处理好的话 能够外交的声望回复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跟你谈 但是我不让步 那北约的也很坚持 因为北约现在讲了一个立场 就是叫做门户开放政策 我不会拒绝任何国家 来加入这个北约 所以普丁这样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起虎难消 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 就是说你提了一个要求 让人家做 他说你不做我就要动手 但是人家也没有要答应 然后我们继续谈 但是普丁又讲说 我们不会主动的去攻击乌克兰 这不是我们的意图 我们只是要阻止而已 所以现在变成说 那对方说我现在 我肯定会开放政策 这个他也不能说我不 就说北约我觉得 他坚持他的立场 如果他说我不再收乌克兰 那等于是让普丁予取予求 这个都落地下风 但他宣誓这个政策 可是我觉得很可能就像 刚刚正乃书中文教讲的 我也不收乌克兰 我就是就宣誓我的政策 但是我不做 那你俄罗斯 你也没有动武的 这样的一个理由 所以 对 所以我就是说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普丁 成兵十万在那边 那是很大的一个成本 跟久了 如果你都不做什么作为 你也没要到你的东西 那你接下来怎么收场 所以就是说 如果能够来 阻止这个战争 发生 就是说我觉得 起码就是不要让这个谈判 变成说是不欢而散 就是双方 事实上还是能够 有一个这个继续谈判的空间 美国事实上 已经试图给普丁一个下台阶 就是说 我这个中程飞弹跟演习 我要减少 可是普丁要的不是这个 因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改变 我是觉得双方 可能一方面谈 但一方面也许彼此之间 慢慢有一个默契 就是说我也不会答应你 但是我不会去让乌克兰短期内加入北约 让普丁也放心 这样子慢慢的也许就会有一个比较缓和的收场 否则到最后拖下去 其实普丁自己反而要承担更多的一个成果 这很有趣 我快速的请教委员 简单的问题就好了 量底牌 俄罗斯量底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 俄罗斯必须量底牌 因为他没有选择 这个跟中共对台湾量底牌一样 就你不能宣布台独 你说美国有没有支持台独 美国也否认 可是他有没有按住台独 当然有 这不是跟乌克兰一样 所以因为他们不能说死 如果说乌克兰你不能参加北约 那乌克兰就没有筹码了 那他就准备被俄罗斯慢慢慢慢消化 所以美国 刚刚那个高成兄讲 他说欧洲就说 我们是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说 乌克兰是主权独立国家 我们不能干涉人家 就是这样啊 所以说这个外交事务真是毁绝多变 但是万一要撤这个底线 乌克兰我申请加入你要不要撤 收了以后这个就比较麻烦 这就变成另外一个局了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下回来呢 要来关注本周的焦点人物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外长 王毅 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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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